你说犯错的人是邮乘浩 为什么我得被二十四小时监督啊 这不是监督 这是保护 风腾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这邮乘浩都被关押了 这有何必呢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 以往咱们风家的女人都低调 也就是逛街聚会聊天喝茶 身边都是熟人 可这一次呢 珊珊跟溜溜一起创业 两个女孩子 若是珠宝行业 怎么低调得起来 肯定得多个人保护不是 珊珊 我说你就听我哥的话吧 你说你现在出来压力又大 我没有担惊受怕的 风月 你要是来替风腾当说客的 就免了 无论如何我都要还那一千万 我 我也不可能 现在就丢下溜溜一个人辛苦经营呀 我知道你有骨气 但你知道我哥最在乎的是什么吗 是你的健康 你的安全 上一回你身病住院的时候 我哥人都急疯了 这一次那个王虹脸上的伤 倒是在你的脸蛋上 我可不气死才怪呢 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 虽然你们俩的血型都很特殊 那你也不能把珊珊当成温室里的花朵痒吧 做生意嘛 总会遇到一点这样那样的小麻烦 你别看我经营的是书店啊 我跟你说我经常遇到那些没有素质的客人 如果我一遇到这种人 我就不做了 那你说我生意怎么做下去 立书 你不帮我就算了 你还在这儿挑鞭骨 风月 你放心 我又不是永远都待在珠宝店 只是我眼前放不下 我总想着要还你一千万 以后你们就叫我一千万好了 如果保镖能让风疼安心 那好吧 那有保镖就是了 我说啊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聚起来 真的跟我哥是一模一样 风月 品荣 立书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 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 我是在美国接着婚 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席 所以没有邀请你 我都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风疼的女朋友 薛珊珊小姐 嗨 你好 你好 风疼现在还好吗 很好 品荣 诶 诶 你到底这里来做什么呀 对 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忍 冒心 我们刚刚采访完 风尚珠宝 是我们的产品 听说风尘集团最近出了一个珠宝品牌 看来是真的 这个风尚珠宝呢 是珊珊跟她的堂姐一起经营的 难怪 他们在有几款珠宝都很前卫 你们有接触过吗 那就要看谢小姐 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广告咯 当然有了 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 都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 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 这是我的名片 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 好的 一定一定 你从中的 好 没关系 王品若代言的东西还真不少 不过真的好险没有珠宝 风月 如果请王品若代言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钱呀 说呀 什么时候风家饭桌上 可以玩手机了 可以玩手机了 我是真的很想请王品若做代言 他现在具有国际知名度 如果他愿意为我们的珠宝做代言的话 那我们的品牌就可以向国际迈进一大步 你 珊珊你可以的 我哥都不让你去工作了 你居然还要追着他的情侣有代言 你疯了 这疯得脸一板啊 连郑奇都不敢说话 你说你有没有点眼睛劲 好嘞 我知道了 回头我就跟他好好说说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 依我看啊 你就不要去店里了 刘伦那边你也跟他交代一下就好了 不行不行 至少今年 今年还完钱之前 我绝对不会离开的 风月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王品若呀 如果能请他来代言的话 搞不好我能尽快地还钱 你真的打算找王品若来代言 她是风腾的前女友哎 我知道 但是我只是请他代言 又不是请他来家里玩 学珊珊你真的假的 你怎么那么单纯呢 我跟你说啊 这个王品若呢他可不是我 我之前喜欢风腾 是因为我一厢情愿 但是这个王品若跟风腾 可是实实在在交往过的 对吧 像这种女人能走到今天 绝对不是胸道无脑的 这躲都躲不起 你还把她往前面凑 我相信风腾 我哥听了这话 不知该哭呢 还是开笑啊 反正我是快哭了 她肯定会笑的 她肯定会笑的 今天周日我不用上班了 可以吗 既然今天这么特别 想要干吗 我想聊聊家里可以吗 正合我意 对不起 接个电话 喂 时尚杂志啊 要做专访 对对对 我们店的总负责人是薛琉琉 那下周三可以吗 我来安排一下 你把地址发给我好吧 谢谢啊 谢谢谢谢谢谢 拜拜 时尚杂志要采访溜溜 你确定要找王品若代言 是啊 您好我是王品若的经纪人 王品若同意代言 具体的细节我们面谈 王品若的经纪人回复我了 王品若已经答应 做我们封上珠宝的代言人了 她的经纪人给了你回复我 但是她本人给我发了短信 是 小晨晨 你是太天真 还是你想考验我 都不是啦 我只是想用一个最好的方法 来帮助封上珠宝 而且你不是说过 不要看你说了什么 要看你做了什么 现在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 而且我是百分之百的相信你 所以才敢这么做的 好像听你这么一说 我不同意反而是我的错了 王品若代言肯定给品牌 带来加成效果 这次我一定要卯足全力 让这件事成功 哎呀你说怎么办呀 如果风腾不来的话 王品若会不会不拍呀 真是受不了你啊 我还怕风腾完了 他们俩旧情复燃呢 你的好一副无所为的样子 还好派了洪流来顶唱 这话说的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 王品若吗 我也不否认啊 新小姐 您有没有事情需要 你过去确认一下 好 哎 哎 风腾来了 哎哎 风腾来了 哎哎 风腾来了 风腾 风腾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现在也是大老板咯 大明星 多谢你帮忙 还不错 就算舞场我不在意 也是应该的啊 风腾 你来了 王小姐这次真的很帮忙 王小姐 我卫婚夫 绝对不会让你无偿代言的 钱当然是要朋友赚才是吧 生意归生意 有交情 尤其要重金礼聘才对呀 我卫婚夫 我 我忘记跟你说了 我们快结婚了 对 她是我未婚妻 我一直要你 不能见证 所以你发作时尚界 就是因为你未婚妻了 原来封尚的财务长就是 方先生你们的未婚妻啊 你们说我是结婚吗 既然快入时尚界 是不是请你们接受我们专访呢 我们也想要求你接受专访呢 可以吗 不好意思 各位 封尚是由我未婚妻 还有她唐姐共同打理 我从来不插手 所以不能够接受你们的访问 来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焦点 放在王小姐身上 抱歉 没有失陪 你就不会发生皱眶 怎么怎么样 这是 你是 就不会发生皱眶 这不是 这个 不好意思啊 大家好 大家好 真好 各位 不好意思啊 你佩戴风尝珠宝的形象 给我们杂志做方便可以吗 欢迎大家欢迎 请请更多关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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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帮我请 好 各位周恩请吧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刚好 点开个顿 好 天神神 我真的找到了